这个男人吃香蕉从来不包皮 甚至还吃得津津有味 直接看待了对面的主治医生 而男人表示水果是你们星球上最棒的东西了 医生马克好奇地盯着这个人 他继续说他的名字叫做波特 是个来自天晴座附近一颗K星的外星人 那里离地球足足有一千光年 但是他让医生放心 自己不会像一行一样钻出他的胸口 马克虽然欣赏这个男人的幽默感 但还是认为他患有精神疾病 将他安置在他负责治疗病人的疗养院中 奇怪的是波特对地球上所有的药物都免疫 马克试探性地问他是怎么来到地球的 没想到他说可以用光束旅行 就是用光能来实现超光速移动 但你们地球的科技水平远远不能理解这些知识 马克刚想用爱因斯坦的理论反驳物体不能超过光速 立马就被波特给打脸了 医生马克作为知识分子感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当即询问对方 既然是外星人怎么和人类长得一模一样 波特拿肥皂炮试源的举例子 因为那是最有能量效率的形状 宇宙间的生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他们K星人也不例外 既然来到了地球 长得像人类才适宜生存 这一回答把马克弄得哑口无言 经过系统检查后 医生发现波特能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超强光波紫外线 在这方面他解释道 他所生活的K星有两个太阳和六个月亮 独特的生活环境导致他们的生理结构与人类不同 他们可以适应的光只有微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要一直戴着墨镜 防止被紫外线所刺伤 马克觉得不可思议 他拉上房间的窗帘 创造了一个微光环境 邀请波特进来 果然他觉得很舒服 说好像回到了母星身边一样 随即就摘下了墨镜 马克为了更深入研究他的病情 继续询问波特更多私人的问题 比如家庭关系 试图找出他回答当中的漏洞 但波特说 K星上没有家庭的概念 这种形式对他们的高等文明来说是低效和落后的 更不用说血缘繁殖了 他们的交配并不像人类那样愉悦 每个孩子都是由每个K星人轮流抚养长大的 果然社会化抚养的前提是摆脱传统婚姻制度 除去基因影响外 算是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人平等的路径了 他们的社会环境也很完善 没有政府和法律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能分辨对错 人类的各种犯罪论在宇宙中都是极其愚蠢的 有时候波特真搞不明白 人类文明是怎么延续到现在的 这番话再度使马克愣住了 眼前这个病人不仅知识渊博 思维逻辑还非常敏捷 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 甚至有点动摇开始相信波特的话 但理性告诉他世界上不可能有外星人 于是他打算向身为天文学家的朋友寻求帮助 用实际数据证明K星在宇宙中不存在 从而从妄想中拯救波特 于是朋友列出了一连串问题让波特回答 但当他看到波特写的答案时 天文学家震惊了 他发现这些数据都是正确的 准确地对应着天晴座附近的一个星球轨迹 也就是说K星是真实的 但这些数据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 只有个别顶级天文学家才会知道 所以他们想会见一下这个神秘的K星人 马克很快带着波特来到天文台 几位博士想从光束旅行开始了解情况 甚至要求他现场演示 波特解释说光束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 他不会告诉人类远远超过地球文明的技术 否则人类很可能会被自己杀死 博士们只能转移话题 展示出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最清晰的K星图片 让他画出K星的轨迹 看着画板上精确的计算数据 两位博士当场目瞪口呆 迅速将数据输入模拟系统 出乎意料的是他与模拟后的效果完全一致 只有马克这个门外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剩下几个科学家盯着他看 双子座自转模式所出现的微小浮动 一直困扰着他们 多年来天文学研究一直没有找到数据支持 结果很容易被波特刚算的一组公式推断出来了 但波特说这是每个K星人都知道的常识 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简单 科学家们无法解释这一状举 只能默默接受了这一事实 到了第二天马克发现疗养院里又出现了异常 一个容易活跃暴怒的强迫性精神病人 却能静静地坐在窗前一整天 马克很快问他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波特给了老头三个任务 其中一个就是坐在窗前等待青鸟 因为青鸟是幸福的象征 看到他表明他的病情会更好 原来这里的每个病人都相信波特说的话 也坚信他就是外星人 但是马克只觉得他在胡乱搞事 可没想到老头真的等到了青鸟 兴奋地喊着所有的病人一起见证幸福 甚至一些从不出门的病人也满怀希望地走了出来 马克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回头看着波特 或许这样做的确能改善病人 但没等他高兴太久 第二天他就被告知一个病人几乎被老头掐死 他很快去检查情况 原来病人患有被杀妄想症 担心每天吃饭睡觉都会窒息 然而在老头让他体验冰死的感觉后 他完全释放了他 觉得死亡并不可怕 这是波特给老头的第二项任务帮助他人 但最后一个任务 波特迟迟没有告诉给他 晚上有个病人悄悄找到波特 说希望他能救救自己 带他逃离地球一起回K星 波特说他确实准备回家了 但他只能带走一个人 而且已经设定了回家的时间 第二天看病的时候 这件事传到了马克的耳朵里 他立刻找到波特询问情况 波特说他将于7月27日离开 因为光束旅行在K星非常拥挤 所以他不得不提前计划好行程 马克突然想起了他7月27日来到地球的时间 正好是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这条线索 马克意识到波特五年前一定遇到了什么大事 导致他变成了这样 这很可能与他的家庭有关 为了彻底了解发生了什么 他邀请波特回家 希望通过家庭气氛唤醒他一些记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他一进院子就冲向马克的狗 似乎明白了狗说的话 然后翻译给马克的孩子 告知他们以后别乱藏修钩最爱的玩具 随后波特也是和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但院子里的洒水器突然喷了水 看到这一幕 波特瞬间变了个人 情绪失控 拉着马克女儿的手部松开 几个大男人一起压住了他 直到水龙头慢慢关上 他才逐渐稳定下来 后来马克意识到波特正在保护他的女儿免受水的伤害 从而推断出他曾经在水中相遇暴力事件 马克害怕到了7月27日那天 波特会变得性情暴躁 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找到病因 因此金本人同意 他对波特进行了催眠治疗 没想到真的有效 这让波特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他说他在地球上有一个朋友 对方有幸福美好的妻女 每次他的朋友发生事故 他都会感觉到 然后被召唤到地球一段时间 直到五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他隐约看到朋友出现在海边准备跳海 但他就不了他 他说的越多表情就越痛苦 马克不得不迅速叫醒他 慌乱中他捡起一只从对方口袋里掉下来的笔 直觉地告诉他事情一定不简单 果然他在笔中发现了一系列标有地区号码缺失的数字 经过不断的验证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格的偏远城镇 然后找到了当地的报纸 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波特逆水案 他赶紧来到当地警察局 沿着线索 发现了一个曾经轰动全镇的命案 原来五年前 波特的妻子在家里被一个流浪汉残忍奸杀 甚至他们年幼的女儿也被无情地杀害 当他回家时碰巧遇到了这一幕 顿时就陷入了疯狂 瞬间就拧断了流浪汉的脖子 然后跳到河流中消失了 不久之后警察在一条河边发现了波特的衣服 但奇怪的是他找不到尸体 最后警方不得不宣布波特已经死了 毫无疑问看着他生前的照片 这个人就是波特 也就解释了波特之前种种的怪异之举 这么长时间与波特相处 马克早已不将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病人来看待 更何况得知了波特如此悲惨的过往 甚至有点后悔去唤起他痛苦的回忆 可依着人心 马克还是希望能劝波特放下 继续当前的人生 可波特反而建议对方多看看他所居住的星球 是多么美丽且珍贵 有空还是要去见一见那个疏远多久的 前妻的儿子 波特来过这么多趟地球 最大的感触就是地球上世间万物的关系 像一道道切割不掉的羁绊 不像自己再可以欣赏 不管走了多久都不会有人惦记着他 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神奇且奇怪 而今天凌晨五点 就是波特要出发的时刻 临走之前波特交与老头最后的任务 清晨的微光缓缓透进房间 原本好的监控屏幕突然花瓶 一阵眩光过后 波特仿佛与光束融为一体 当马克来的时候 他发现波特躺在床底奄奄一息 立刻叫人把他推开 但奇怪的是 看热闹的病人并不认识面前的男人 他们都觉得真正的波特已经回家了 但是他最后选择带走了谁呢 这时大家都意识到少了一个人 赶紧来到一个自闭症女患者的房间 果然发现女病人不见了 原来波特曾经为了决定带走谁 布置过一项任务 让大家把想走的理由写在一张纸上 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许幸福 只有当这个自闭症女人写她无家可归时 波特才决定带走这个女人 而变得像植物人的波特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马克在他的鼓舞下 与疏远多年的儿子再次相逢了 导演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出波特 是否为外星人的准确答案 根据电影当中的各种细节 也能有不同的解读 那么观众们觉得男人究竟是怎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